现在的这个明清官邀瓷器啊 它的那个价格呀 已经非常高了 在这个以往啊 你比如说在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它那个官邀作品呢 尤其是清代官邀作品的 卖的那个价格呀 比那个民谣作品还低 一说到这个 可能很多参加既不相信 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你比如说呀 你拿我们天津来讲啊 天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吧 一个这个光绪的 官邀的那个五彩大当啊 那古文化街 在那个文物商店卖 四十块钱一个 大家能想到这个价格吗 当然说当时啊 那四十块钱购买力 可能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当时的四十块钱 也不是说一般人家呀 拿不出来的那个价格 其实在那个时候啊 由于大家呀 对这个收藏啊 还没有提高到这个 高度投资这个认识上来 很少也有人问津的东西 那就摆在那个大堂里边 那东西就是几十块钱一个 在那个年代啊 就是那个文物商店 还没有彻底的退出市场的时候 你要家里边有一线官邀作品 你拿到文物商店去卖 那是管那个文物商店 叫那个委托店什么的 都是国营的 你去卖的话 那委托店看那些东西 如果是官邀 委托店的人都是内行 都是过去那个学徒出来的 那老掌柜带回来的那些这个 鉴定人员啊 他一看那东西是官邀啊 他就问你哪来的 然后你想办 你得说清来源 你说家里边的祖传的 什么呀 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说清来源以后 你得拿那个货货本 你得登记 他才能收你这件东西 当时那个委托店 好多收这些这个文物 都是这样收 如果你呀 到了委托店以后 他看你那些东西啊 出奇的好 你又说不清楚 你这东西哪来的 你也说不出来 你家穷是葛业的 他还不收了 那时候委托店不收 他不相信你家里 能出这东西 有的那家里边啊 一看那委托店不收 就拿那鬼事去卖 卖的特别便宜 撒伯俩嫂的 所以那时候去鬼事 简陋了 懂得那个人 在那个年代 我估计像马亦都先生 可能在那个时期 没少连东西 那你像我这个年龄 多少人 在那个时期 年龄还比较小 后来都是家里那老人啊 就说那段历史的时候 就说到这问题 那其实啊 就像这种 官瑶的这种认识和判别呀 历来都是收藏家呀 在这个买卖 这类作品当中啊 对他进行鉴定判断 要过的一个坎 那个年代那东西多 又便宜啊 那也得看你自己 遇得到遇不到 这个机会以后啊 真正遇到那件东西了 你能不能下决心 把它买下来 你像当时 一件那个官瑶作品 花个十块八块的 买过来 那根本就不稀奇 那时候那东西 如果放到现在的话 那当然 它的这个价值 就不能同人而语了 因此啊 它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也比方向那个时代啊 他人啊 对这个作品的这个理解啊 是出于关键上的 就是大家没有这种收藏意识 没有这种 鉴赏艺术的这种经济支撑啊 他当时呢 大家的这个生活也没有 现在这么富裕 因此也没有多少人呢 在那方面呢 多走脑筋 多想这方面的问题 就把那个历史机遇都错过去了 你像马亦都先生 抓住那个历史机遇 现在大家都知道 马亦都先生 在这个中国收藏界的这种名望 都是在那个时期奠定的 那同样的 现在的这个时期 又有现在的时期的特点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 就像我在前面节目当中 跟朋友们说的 随着这些年大规模的建设啊 出了不少东西 出这些东西 照样现在很多的藏家 对他也不理解 也不认识 这个必须得经过时间的 这个沉淀和磨练 一点一点对他进行研究消化 可能再过个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大家对这方面的作品认识了 他的这个价格 包括他的这个潜力 爆发出来了 这个年代的人 经过的又都后悔了 因此啊 这种收藏非常有意思 他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受他的历史条件 包括经济条件 社会的发展的这种条件的制约 有的时候就给了你一定的窗口期和机会 有的时候呢 就给了你额外的这些惊喜 那就看每个人的缘分 对这些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把握的这种能力怎么样 遇到这种作品了 有这种缘分 又有辨识的能力 凑巧你又能买得起 最终也就和这些东西结缘了 错过这些历史时期呢 那将来可能又是一段惋惜的历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